五星足球 我们知道你是在联赛中七彩刚刚加盟的升华 我们在加盟球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跟随着升华 一起拿到了一座足协杯的冠军奖杯 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应该说特别开心吧 因为确实今年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起步比较大 上半年还在保险下半年就能夺冠 特别感谢所有的人吧 然后队友在场上的拼博 然后还有教育部所有的高层 还有工作人员 就特别感谢他们 给大家就能了结我一个心愿吧 然后能第一年来升华 不到半年的时间能拿到一个冠军 肯定特别开心吧 我们知道你在足协杯一路走来的这个竞技过程当中 也是为球队攻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竞球 能不能够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那一类竞球呢 当时就是球队之前已经好几轮没有赢球了 然后自己打进制胜球 感觉能帮助到球队非常开心 礼拜一要和自己的新婚妻子结婚了 能不能够说这座独协杯的冠军奖杯 是你给太太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呢 对 因为星期一 然后就要在青岛办了婚礼 然后我感觉感谢全队 感谢所有领导 然后给我的一个婚礼 送上一个最好的礼物 王永珀这边有没有一些祝福 想要给到队友的呢 因为我们都是青岛人嘛 而且之前也比较熟吧 然后也是怎么说 我肯定祝福吧 然后就是希望他结婚以后能更成熟吧 然后不管是家庭还是在球场上吧 然后能就是更进步吧 然后我也会把我结婚以后的一些经验告诉他了 送话是冠军 不狂不放不心花 想问问两位上一次生花在不协被夺冠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 我在根保基地看生花夺冠 我们当时也是就是坐在电视之前看着比赛 特别想知道主教练在你替补市场之前在场面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需要你做些什么 冰死对面的费男女 作为非常年轻的小将啊 在二十岁不到的年纪就拿到了一座竹械杯的冠军奖杯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竹械杯嘛 然后非常的激动 然后希望明年或后年再添一座竹械杯吧 那心情肯定是很激动嘛 因为之前17年生花拿冠军的时候 我们还得看当时也很羡慕刘凡嘛 因为能拿到 帮生花拿到一次竹械杯冠军 然后是已经很荣幸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跟随着老大哥们一个赛季学到了一些什么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高长度的比赛当中 他们有没有给到你们一些特别的指点呢 因为训练方面包括比赛方面 那个老大哥们都会 就看到你有不对的地方 他们都会指出了 然后也会做出一些指导来 学习到了很多 学习到了他们的心态 学习他们的耐心 然后还有更多的就是 技巧吧 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球迷 我们的球迷也是生花的一个 大家居是一个团队 然后非常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希望以后能继续支持我们 厉害哦 当时就是打进第一个镜球的时候 你应该是在一个比他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当时看到那里镜球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 对 当时就进完那个球以后 就感觉踢平了嘛 就总比分 然后就感觉有希望了 就比较激动 特别想知道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主教练在更衣室里面跟你们说了一些什么 就是说上半场踢的挺好嘛 就是继续我们上半场就不要急 就不要受第一回合影响 比如说做落后啊什么的 做正常批 就肯定有机会 在中学期能加盟生花也是很不容易的 来的时间也不长 能就是为生花多了一个冠军奖杯 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现在感想感谢的人也很多 同口球场是在中国 应该是算最好的专业球场 也很少的 然后也有中国最好的球迷 博冠让我很震撼 也很幸福 最好的 他们最好的 他们最好的 在中国 我经常有出典的机会 我会有很多机会 在上场的局面 因为我真的会比较多 今天这位比较有个问题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非常感兴趣 在设计 让我准备 要做出比较 我感兴趣 而且 我明白这个粉丝的工作 为了大番作业,那就是最重要的 我设计可以有点兴趣 但我想首先要联合伦 与我们要开始做完 以后要做得越多这次 感觉更多的赌场 未必有地赢尽负 那就是在全面连高一点 因为这次我们赢尼 République 独立的赢尽负 是更多的状态 之处是终于完整的赌场 以后爭下巴尼巴尼负 这是我们的目的是 索人的目的是可能多的则 可以更多。 再加多一些达数划 再加多算成果的套力 或者保护技能的抗技能 那些目的是我们的近期则